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内幕节目,我是于彤 新年又开始了,今年是2022年 首先祝福大家新年快乐,心想事成 或者大家亦都察觉到,好像是从今年的第一日开始 中共政坛就连续出现大新闻 首先讲一个海外媒体很少人涉及到的新闻 几日前,习近平发表了一篇《2022年新年开始》 这个相关报道亦已经非常多 然而在他的办公室里面有一本新书出现在习近平的书架上 这就是出版于2021年7月的《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会篇 这个无疑习近平向外界释放出的一个强烈信号 目前很多海外媒体都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下面我们就来谈谈这个话题 另外,希望能有更多的朋友都能关注我们这个视频 从而能带给大家对中国国内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 能够提供给大家一个独特的思考观点和判断 新来的朋友,如果还未订阅我们这个频道 请点击订阅按钮并打小铃铛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们每一节精彩的视频了 多谢 有人可能会问这本书有什么奇怪的地方呢? 那就来看看我们之前制作的一个视频 同里亚传闻老公陈舍中共著名 习近平面对党内大挑战 高坏3516部邦规事后这部视频 去年12月20日中共新华网发布消息 习近平指示强调要发挥好党内法规 在维护党中央集中同一领导 保障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救安方面的重大作用 中共各大喉舌 如人民日报、解放军报、求是网 中纪委国家监委网都在头版头条转发了这篇文章 这是相当于中共宣传系统的最高规格 这表明习近平在中共内斗中已经亲自登场了 12月22日中纪委国家监委立刻站出来表示 截至2021年7月1日全党严恒有效党内法规 共3615部 也就是说面对中共党内的反习势力 习近平高举这3615部邦规 准备要动手了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这个视频节目 我们这里就不再聚取了 因此当中共这部党内法规 出现在2022年习近平的新年賀辞事份忠示 就代表着这些法规已经要派上用场了 习近平在这里绝不仅仅是警告 而是已经准备在2022年付诸行动了 为何呢?就是因为中共党内已经出现了大分裂 在今年的二十大之前 反习势力与习近平阵营内的斗争会越来越激烈 我们过去进行了多次报道 这里就不再继续谈论了 在以后的节目中 我们会继续关注中共党内的激烈斗争 当这部中共党内法规出现在习近平的办公室里面 释放出这样一个不同寻常的信号事 证明我们在此前的报道中 已经捉住了一条重要的新闻线索 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 请你不要忘记帮助我们点个赞 分享这个视频 便能让更多人看到 这个日子对我们最大的鼓励 我们会更努力地为了呈现更多有价值的新闻观点 这日还有一个很大的热点 就是中共《求是》雜誌 刚刚发表的习近平的一个所谓重要讲话 根据讲话的内容 我们分析的是习近平直指向中共全党发出信号 要对他的政敌动手段 我们对习近平的讲话 作为一个较为深度的解诺 2022年第一日 在习近平的授意下 中共的重要党行《求是》雜誌 以头条方式 刊登了习近平于2021年11月11日 第19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 习近平在参加会议的中共高官们发出警告 要保持头脑清醒 得了病就要及时医 该食药就食药 该开刀就开刀 无论什么问题 无论谁出问题 该出手时就出手 对腐败问题 尤其要坚决查处 不断清除选外党的先进性 和纯洁性的因素 不断清除侵蚀党的健康机体病毒 对那些在党内搞政治团伙 小圈子利益集团的人 要毫不守远坚决查处 以上是该讲话的一个核心部分 简单来说 习近平为了确保能在二十大连任 已经明确地向他的党内政敌门发出了损失 要毫不守远坚决查处 总迹上显示 习近平的这些画绝不是虚声同客 习近平现在将这篇讲话向全党全军公开 就证明了这一点 这篇讲话的另一个核心部分 真是大谈所谓的团结和忠诚 习近平在去年11月11日的这个讲话中 强调这次六中全会中提出的历史决议 并特别强调了要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重要性 就是要求全党坚定不移地向党中央看齐 在党的旗帜下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 暴调一致向前进 保持党的团结统一 要求全党必须做到对党忠诚 习近平还要求这种忠诚是纯粹无条件的 不能打折扣、耍小聪明、搞小动作 那后刻讲明中共党内已经是四分五列 耍小聪明、搞小动作的但有人在 这不是习近平强调一下就会消失的 这是人心的问题 不可能通过强力要求就能解决的 在强制之下只会产生更多的所谓两面派、两面人 我们在这里会对习近平的这部分讲话 进来一下深入的解读 你就会看到习近平等于在讲话中 暴露出了中共党内的真实情况 这些解读是很多政治媒体没有做过的 这也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这就为大家提供有独特有价值的节目 习近平要求中共全党 特别是领导官部 要始终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 政治对付上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这无疑证明中共党内的一般党员也好 所谓的领导官部也好 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 已经不和习近平保持一致 之所以习近平的讲话没有在去年11月马上发表 之所以很多习近平的讲话都在内部讲话 就是出于这个原因 因为一旦公开 就等于将中共党内的真实恋象公诸于世 这对于这个一贯自称是伟达光明正确的中共来说 无意和自己禽在一巴掌 那习近平为何要说在2022年第一日就发布这篇讲话呢? 这正说明目前的形势已经到了他无法收拾的地步 甚至于连中共的脸面也顾不上了 现在就是全力以赴地 但要与党内的反习势力开打链 因为这个事关他能否在20大顺利连任的问题? 习近平在讲话中 还连续提出五个忠诚 包括诸如忠诚所谓的中共的组织 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 以及所谓的忠诚中共的理想训练 这都说明中共全党已经对这些 根本就说不上什么忠诚了 因为中共的官员们眼里看到的只是金钱和权力 严格地说习近平等于是从侧面证明中共的意识形态已经破产了 习近平还要求中共党员和领导官部们所谓的忠诚 是具体的、实践的、不是空洞的口号 不能只停留在口头表态上 习近平的这句话就更有趣了 这个等于是曝光了中共党内的真实音乐 中共官员们口头喊到声响 但根本就不讲实事 换句话说 就是大火合起来 不由习近平集体躺平 当习近平面对这样的中共官员时 是根本没有任何办法的 习近平就要求他们自觉地做到 什么不讲条件、不搞变通、不吊带、不走偏 保证全党上的领承一股省 心旺一处想、敬旺一处洗 这个黑暗讲明了中共内部 心不旺一处想、敬旺一处洗 是一盘散沙、四分五裂的状态 但我并不说暴露出来的 中共党内这些真实情况 亦就是为什么它在反复高坏团结忠诚的原因 关注我们视频的朋友都知道 我们在几日前刚刚发布了一个视频节目 标题是如此严重 三大喉舌向全党全军喊话 到底出了什么情况、军队内幕曝光 我们在这个节目中报道了 习近平于2021年11月广告之后 12月2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求是网 都在同一发表了文章 题目是团结成一块坚硬的港帖 向全党喊话要求团结统一 要求维护习近平的领导和权威 三大中共喉舌同时行动 显然这是来自中共高层的统一安排 12月27日至28日 中共政治局按慣例召开年底的民主生活会 并罕见承认中共面临形势环境的复杂性和严重性 兼负任务的发重性和监据性 细所刊见、死所刊见 会上更高耀要真正团结统一 现在就很明确了 这三大中共喉舌发表文章的标题 就是来自于习近平的讲话 也就是说 在去年11月习近平讲话之后 这个所谓的团结问题 并没有得到解决而是越演越烈 以至于习近平被逼要把内部问题公开化 向中共全党全军喊话 以此来争取对中共党内对手的斗争主动权 不单止这样 在这次会上还出现了刊见的一幕 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委员们逐个发言 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 这恐怕会让那些中共政治局委员们大为不满 周克明指出 赵开中国共产党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 是中央政治局明年工作的首要政治任务 因此要求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员 要带头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防止和克服不良倾向 周克明再度强调 党的团结统一是党的生命 将团结统一上升到中共生命的这一高度 这充分显示出中共党内问题的严重性 除了上述两大核心内容 我们还要为大家提供一个有价值的部分 很多海外媒体没有报道的是 习近平在去年的这个讲话中有一段关键的表述 对于中共当年的入朝参战 习近平称赞毛泽东尔 不惜国内打烂重新建制的心同气派 作出的历史性决策 这句不惜国内打烂重新建设 好多海外媒体都无报道 但这句话却令人心感忧心 如果你觉得我们这个视频做不错 欢迎订阅我们这个视频并帮我们点个赞 并将这个节目分享给更多好朋友 多谢 以上是今天的中国内幕节目 多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加入荣誉会员 和我们一起守护香港 守护十四亿中国人 获得真实资讯的权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